我這次小XXX 30周年慶 來啦 只有今天 招牌上斗大標語 寫著乒乓一支一元 吸引許多民眾上門 有民眾原以為撿到便宜 一口氣買了30支 但沒想到結帳的時候 卻是這番情景 四支一塊 好 看就好 不講話 好 看就好 你們在騙錢 不會啊 什麼 殺眼的民眾認了 買單掏錢了事 氣氛超尷尬 但有人則是當場大罵 一支一塊一塊一塊 這裡人家用車 撿五支 二支 二支 那後面 二支 二支 三支 三支 正義地點在基隆市場 賣冰棒的攤位 仔細看招牌上面 寫著歡迎試吃冰棒 每支一塊 老闆坦承 正是促銷噱頭 一元是試吃價 實際上一支賣十塊 做生意都要有些肉 你看一塊 捨夠的水做不出來 一塊一塊 不怪你敢吃喔 在招牌大玩文字遊戲 引來許多消費者抱怨 不過消保官說 業者廣告標示 和實際價格不符合 民眾可以拒絕購買 並不構成詐欺 提醒您看到這類 令人心動的 銷賣攤位 付錢之前 最好先問清楚價格 才不會沒有減到便宜 還惹來一肚子氣 記者朱丁龍 邱小倩 基隆報導